我是娘娘的本事 我是吳康仁 我是 你还是母胎单身吗 是啊 我是 各位啊 朋友啊 哈哈哈 来 娘娘真的好 对我真的好 真的不错 真的 我的弹性 对呀 喜欢吃汉堡 吴康仁近日语来自马来西亚的陈泽耀 一同志泰国娘娘的YouTube频道宣传电影复读青年 三人以轻松自在姿态在影片中大聊特聊 互动相当有趣 其实我看了这个电影的幅度 很沉重的一部 我看了的时候啊 我看到最后我就觉得 我好想让这部片 给那个很爱讲心灵鸡汤的人看 那种正面的心灵鸡汤说什么 只要你努力你就会成功啊 因为你 那种就是一看就很生气的那种鸡汤 好想让他看就说 其实有时候就是 就是你完全把那些脉络把结构的问题 完全没有把它考虑你的那些鸡汤 进入讨论 你真的很讨厌 对 类似像 对我们一般人对 比如说心里受伤的人也是一样会讲说 哎你有忧郁症 对对对 你好好过生活啊 你加油啊加油好吗 对早睡早起就好啦 就是类似有一种东西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无法考虑到别人真实的感受 而且那些人定什么 好敢讲 确实啦我之前看过一句话但我忘记是怎么讲 反正你没有经过经历过别人的苦 你就不要跟人家说多痛之类的这句话 我也是觉得 对啊 其实我觉得 虽然说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故事 可是对对我来讲这个对于共情啊跟同理心 我觉得台湾人同理心是够的 因为在整个故事的脉络当中 你可以理解到我们的所谓的比较底下阶层 甚至是为什么没有身份证这件事情 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还是要学习到 如何让自己吃饱睡好 然后过正常人的生活 只是到那个正常人的背后 其实他们不断的还是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警察来了怎么办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除了爆出吴康人士娘娘的粉丝外 也让娘娘母猜单身的事实曝光 吴康人也认证娘娘除了是很好的聆听者 更会是很好的女友 甚至在影片中公开替娘娘针友 所以我到现在还单身 有没有试试看吗 有 我已经把自己放在各个的地方 我到处出现 泰国 台湾 马来西亚 楼下的翻马线路口 对啊 有一个人 有一个男生要来就是 我以为他会来就是来注意或者什么 他说 要不要一起买这个东西会打那个八折 我心里还却越了一下 所以从那时候呢 我就 这就是听从命运的安排 我觉得 我应该是一个 不会谈恋爱的命运 不会 你只是还没有遇到而已 我很像我 到现在都还是 你已经 还没 我先面后面都就是 你不知道我们在聊天 我知道了 但是我身边 不是 我刚才 我们在聊的是 他还是 我知道啊 我知道他说前面后面的 我当然知道啊 你还是母胎单身吗 是啊 各位啊 朋友啊 来 娘娘真的好 对我真的很好 真的不错 对 对 那个弹性 对啊 喜欢诗和寶 而且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 他这个人真的 到底要看哪一集啊 真的不错 嗯 然后每 言之有误 然后跟我们思考 我觉得跟他聊天会 不像是一般的 你知道 网红啊 跟你聊 浮浅的事情 No 他对于作品 有他自己的审美观 你不觉得这样的人 真的能够跟你聊天的人 才是可以当 一般 除了肉体上的交流以外 我就要求肉体上 然后 才能 这才是生活中 需要的好伙伴 不觉得吗 然后 请 打钻线 哈哈哈 掌声给康人哥 哈哈哈 所以在电影里面是 没有血缘的 兄弟 哥哥 阿邦 阿弟 阿邦阿弟 就是兄弟 阿邦阿弟 是家庭吗 兄弟 兄弟 马来话 阿邦阿弟 就是兄弟的意思 然后阿邦是哥哥 阿弟是弟弟 其实我们两个在戏里面没有彼此的名字 嗯 因为我们就是两个从小到大没有特别有身份的人 所以我很好奇啊 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 感觉又没有情欲在里面 情欲 兄弟要有什么情欲 就好奇啊 你们就是 这是什么样的关系 相依为命的家人 所以是家人吗 嗯 是当然是家人 我觉得 而且阿邦阿弟兄 哥哥跟弟弟之间 有一个微妙的情感 来自于可能 因为 你一个年长一个年轻 那两个没有家 没有身份认同的人在一起 在跟那其他的人一起生活的时候 他的那种革命的情感 不止于 不仅止在就是 住在一起 而是一种互相的需要 弟弟需要哥哥 哥哥也了解弟弟需要我 所以 更显得哥哥需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才会让自己存在是有价值 所以 这样的情感 也跟MoneyJ 里面有个变性的MoneyJ 那 其实就会在 那个生活圈当中 变成收视一家人 然后凝聚率很强 嗯 那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 要重新定义家人 或者家庭 这个事 因为 很多人会主张说 家庭就是 就是 一夫一妻 或者 要有什么血缘关系 或者什么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 但是 就是 你们没有血缘 就 只要相依为命 只要有过革命性感 就可以当家人 这样子 我好奇 嗯 我不会啊 这很正常 就是 就算是有血缘关系 有时候 情感也是会不好 嗯 也是会吵架 但如果没有血缘关系 站在 他们的立场 就会变成是 因为他们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可以做选择 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自然会从 另外一条路 衍生出 另外一个生活的方式 就像是 有一棵树 你把这边的树干 切掉 它这边不长了 它还是会从另外地方 长出新枝 新叶 它还是会从另外地方找到 它生命的出口 所以你要当家人的话 要用什么东西去维持 或者什么 我很好 因为我现在一个人来台湾 我觉得是在这边没有家人 那你在这边现在交到好 很好很好 朋友了吗 还好没有啊 真的我真的没有朋友 可能是个性的问题 那你平常会 想约其他人出去吃饭吗 真的没有呢 还是因为你喜欢独处 所以就 你有喜欢独处吗 还是你觉得其他人讲话都很笨很吵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 你是喜欢听人家讲话多 还是自己讲话多 我喜欢听人家讲话 嗯 对 我很喜欢听人家讲话 各位朋友 请早娘娘出来 讲话给他听 这么好的一个聆听者 电话 打 这种关系真的很难去理解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不要太理智 有时候 放一句话 不会 有时候让自己犯一点错 就是 这样子有时候你也是太 对啊 有时候出错一下吗 我好像觉得应该是说 有的时候 也要尝试 就是被需要 他们需要你 或者你需要他 去聆听 因为我觉得娘娘是很好的聆听者啊 像刚刚这样说 你很喜欢听人家讲 讲东西 我觉得渐渐的就被需要了 他就需要你 他一直都会想要跟你分享 然后其实这个 这个情感就会建立起来 对啊 因为像阿邦跟阿迪也是这样子 他们没有别人嘛 他的世界就只有哥哥 所以其实他就变得形影不离 就有点没有办法分开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好像是这样 就 就可以找一些人 多听一些我觉得 已经没有在听了 被依靠 被依靠 他大概30秒前就没有在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